大家好,我們來看趙孟芙每日一字 那我們繼續來看一些有關於減省草述的部分 那我們來看這個珍,珍重的珍 好,那我們先寫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怎麼寫的,然後等一下再介紹一下它的變化的過程 那左邊這裡有一個入筆的動作,折一下,然後轉彎轉圈圈要小心 然後這裡壓一下,這裡手要慢慢變輕,再加重 當然這,如果要練這個一定要想辦法把手變得很鬆軟才行 再過來,點,撇過去 好,這是用硬筆寫的方式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這個字本來是長什麼樣子 好,我們說它本來左邊是一個斜域,這沒問題 那斜域寫的時候草述經常,跟我們的楷書筆法不一樣 先這樣寫,大部分都這樣 好,再來右邊呢,這本來是這樣寫,三撇 可是呢,我們在這個形草樹裡面 這裡這一個,經常會減省成快點,這樣子 那,甚至快到就是一個,這樣轉折 好,那再來這裡面這三撇呢,就會變成一個寫一個小字 反正也是三筆畫,那至於什麼時候開始變這個 這好像從王熙之時代就有了 這個就不是很清楚了 這要再去考據這個怎麼變 那我就不知道了 那所以呢,但是大家就記得 這,反正,這種寫法 經常是代替這個 可是呢,不能只看到這個就是說 這等於它錯了,這個字呢 這個字呢,我們如果單獨寫的話 反而都是一個而 而的草樹 好,所以呢,要注意 那你不能說,這裡所以這裡是一個而 那就錯了,不是這樣 好,所以呢,經常會這樣子 那有時候連這個橫畫都省略掉 好,那比如說我們說 我們說上次,前面有講過那個 那個,那個,了 我們在這裡再 跟大家再 講一下,了 下面也是這個啊 所以我們一併再複習一下 所以,記得我們講過 是可以這樣子 它甚至寫一個木 也可以 反正喔,就是 這一撇就代表這樣 然後它只是帶比較高 不想帶高也沒有關係 也就是說 同樣的意思這樣子 不想帶高從下面過來 也可以的意思 要知道 所以最終就是這三撇 也是寫成這樣小的意思齁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用毛筆寫一下 因為我們這個課程最重要 就是讓有想要深入 或者完全不懂的朋友 都可以來看一下,參考一下 好,那要小心這個入筆的動作 這是有點難度的齁 這要放鬆 轉折 加壓 帶過來 加重輕 好,折一下 這個要非常的精緻 然後壓一下 帶過來 點 然後起來 出去